接下來要跟各位講的一個重點 這句話我到國三會再講一次 我現在教你的事情到高中都有用 到高中都有用 請你要記住 所有解決意的問題的思考途徑是 一、問誰受令 確定受令物質 你在講誰啊 假推移如何如何 誰是受令物質 確定誰受令 第二、問自己他受哪些令 這就是所謂的劃出力 把他的受令物質都劃出來 他受哪些令物質都劃出來 劃出力 所有的受令 第三個問自己 合理是多少 合理只有兩種 等於零跟不等於零 國二學都等於零 等於零就是上等於下 左等於右 六、國三會處理 合理不等於零 國三再處理 我們國二到目前為止 都是合理會等於零 所以向上利等於向加利 向左利等於向右利 所有的問題 我有這幾三件事 一、誰受令 二、受哪些令 畫出力 三、合理是多少 只有等於零跟不等於零 目前都等於零 國三處理不等於零的狀況 所以我說這個話 我到國三會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然後我說過這個思想 這個思考路徑 到高中都有用 上次有人在臉書問問 你要不要啊 不要這樣想想 答案就出來了 這個思考的路徑 OK 這個有個密度0.6的 木塊 體積250 要把它完全壓到水裡面 請問你 你要吃多少力 你的問題問自己三件事 一、誰受力 木塊受力 那個木頭 手、腰、亂、木塊、受力 二、受哪些力 八、二、五 手壓下去 有三個力 第一個重量上下 第二個我手往下壓 施力向下 第三個木入水中和福利下 上 所以有三個力 第三個問題問 合理是多少 平衡不會動 所以合理等於零 向上力等於向下力 所以福利B等於下面的F 很像W 現在題目是問F要多大 所以我要知道B多大 我就要知道W多大 物重有多少 重量就是質量 數字一樣 就是體積乘以密度 就是我們之前就教過的 所以算出來是150 算出來150 還有一個福利啊 還有一個福利 福利怎麼做 福利一定是 福利一定是 排胎的一重 排胎一點體積乘以密度 250 全部下去就排胎 250 所以我有排胎一點體積 有一瓶密度 水 1 所以我可以算出福利 福利排胎的一重 VVT 算出來250 好都有了 往裡面帶就好 好 250可以M 加150 是M跟100克受 答案是A 可以嗎 了解嗎 了解 很好 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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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一樣 基本上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基本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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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勢力的問題 問自己三件事 1.誰受力 2.受哪些力 3.合力是多少 目前都是合力等於0 向上力等於向下力 向左力等於向右力 把它力圖畫出來 有哪些力 然後往裡面帶 答案就出來了 OK 來找可愛大帥哥 找可愛大帥哥 為什麼我找不到大帥哥 29號 29 100 100 請坐 誰受力 木塊受力 2.受哪些力 發力圖 福力向上 手下壓力向下 重量向下 合力多少 0 平衡不動 合力等於0 向上力等於 向下力 然後開始找福力 找重量 重量 重量就是 質量就是400 不用找了 不用找 然後呢 就找福力 福力一定是 排開的義重 排開一體 體積成一體密度 密度0.8 400 體積有多大 低等於v分之m 找到 找到 因為就是 排開一體積 就是全部體積嘛 所以要找全部體積 就是低等於v分之m 找到它 所以算出來就是500 體積是500 就是排開500 然後乘一體密度 水 就可以求福力 然後有的福力 就往裡面帶 500乘11 排開一體積成一體密度 就是福力 對,f不知道 加上我的手 東西的重量是400 所以f就是100 解決 就是一種題目 講這個題目的重點 是要你熟悉 我告訴你 解決力的問題的三步驟 一 誰受力 二 受哪些力 三 核力是多少 希望你能夠曉得 我說過 狗兒三會再講一次 這個想法到高中都有用 OK 解決力